植物性的蛋白質 像黃豆類 大豆類的 這邊給大家一個口訣 兩步兩發 我們盡量不要基改 不要太過度加工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選擇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 就是台灣自己種的 那台灣的法規是你不能種植基改的物種 再加上含鐵 然後它的一些營養價值 甚至它的膳食纖維 還會比黃豆來得高一點點 我意思是 有些穴位是可以幫助我們 在更年期舒適一點 舒緩一點 然後甚至可以瘦一點 所以我們第一個介紹的穴道就是我們的安眠穴 那這個耳垂貼著我們的頸部的時候 後面的這個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凹陷點 有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安眠穴 那還有一個大家除了耳朵上面 我們頭上還有一個穴道 就是我們的擺繪 火氣很大 往上壓一壓上去 但是它是雙向的 像你睡完午覺的時候 你會覺得頭髒髒的時候 你用力讓它按按按的時候 它一定會覺得眼睛會比較亮起來 但是你在睡覺前的時候 你按的時候你也可以舒服 家喻就到了發 社會煩惱一集發 大家好 我是盈婷 之前我們節目呢 特地幫大家做了一個 女性更年期的單元 結果發現觀眾朋友反饋得還滿激烈的 有人還特地告訴我們說 對耶 我也很嚴重的倒汗 對耶 我好像也是睡不好 對耶 我常常在發脾氣 但是我們發現有更多人說 我在更年期莫名其妙變胖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的心聲我們都聽到了 今天我們掌握更年期肥胖 幫大家維持一個好的體態 而且我要先跟我的姐姐妹妹好 陪我們說一下 今年就算你是二十出頭歲 你先知道了 你可以先打底 三十歲你先做準備 四十歲正面贏戰 你根本不用怕 而且身材可以維持得非常好 今天我們教大家從吃 從一些簡單的穴位跟運動 就可以把自己體態維持得很好喔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兩位達人好朋友 首先歡迎我的好朋友 中醫師 吳明珠 嗨 大家好 更年期沒煩惱 只要你養生做得好 你看吳明珠醫師的身材 嘿 我二十年前訪問他 他身材就這樣好不好 吳醫師說你有胖兩公斤是不是 你那時候採訪我是那個 大概四十五公斤左右 那時候大概四十五 四十四點五 現在四十六跑上去了 所以更年期過後才胖一公斤 沒有 那是防疫期間 防疫期間我就有點小胖 現在要把他回來 我們原來的正軸四十五公斤 看起來比較不會太臃腫 吳醫師意思是說更年期他病沒病胖 他是因為疫情期間吃多一點點胖的 一點五公斤好不好 斤斤計價 再來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肥胖專科的醫師鄧文欣 主持人好醫師好我是文欣醫師大家好 今天這個很重要 我們用一個輕鬆的心情面對 不管你現在幾歲 姐姐妹妹我們站起來 因為我們掌握了要訣 我們就不會身材大走樣 更年期的肥胖很可怕 因為他就是好像呼吸就胖 喝水就胖 莫名其妙的我人就好端端在那 我跟以前的習慣一模一樣 但是越來越胖 而且他胖很胖在肚子 這時候要告訴自己 好像千錯萬錯不是我的錯 是更年期的錯對不對 對醫師 其實我覺得我要跟各位廣大的女性朋友說 就是這真的就是 是一個很冤枉的一個過程 對所以不是你在找藉口 那我們的男性朋友們 要有點同理性 那是因為我們女生的這個女性荷爾蒙 真的是開始有些變化了 所以才會帶來這種更年期的影響 像我自己之前的病人 其實我以前沒遇過還真的不知道 他的主速就是說他半年內 竟然可以胖到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將近八公斤 半年八公斤 真的很痛苦耶 我覺得很像是懷孕吹氣球 然後以前我都會覺得說 一定是他吃多了或是動少了 可是真的仔細問下來 他真的沒有做太大的變化 對所以再去追根究底之後 其實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女生的身體裡面的一些狀況 是我們需要先去了解 那我們才有辦法正面引戰這樣 對所以更年期啊 因為我們荷爾蒙在改變了 對所以他會連帶的帶動 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好那這邊我就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就是說 雌激素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減少的那個女性荷爾蒙 那我一直常常說就是 雌激素的好真的是 更年期才會知道啊 就因為我們以前有他的時候 我們就不珍惜 一個理所當然 對那其實他在我們身體裡面 參與了將近四百種生化作用 是一個非常忙碌的一種激素 那主要跟我們女性的肥胖減脂 體重有關呢 我認為主要影響的這四個部分 第一個 雌激素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hold住脂肪的位置 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女生嘛 我們有曲線有線條 所以這個脂肪如果在對的地方 其實不是壞事啊 譬如說我們美麗的翹臀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這個蜜腿蜜大腿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這個胸部啊 然後這些手臂這樣子嫩嫩的感覺 對 但是呢 當雌激素的這個數字 開始稍微下降的時候 我們的脂肪就開始跑位子了 主要會在我們的腹部開始堆積 最討厭的小腹 真的 所以很多這個朋友們就會分享 就是說其實他還沒有感覺 體重開始變重的時候 他就覺得那個肉肉已經在肚子裡面堆積起來了 沒錯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好像褲子開始有點變緊了 而且這不是你現在更年期才發生 它是慢慢的 接近更年期慢慢就發生了 對沒錯 差不多女生在更年期前的五到十年 其實都開始會有一些這些變化 那第二個就是跟年期 雌激素在年輕的時候 是可以幫我們保護食慾的 我們女生如果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可以觀察一下我們的月經週期 通常在月經週期的前半段 是雌激素比較高的時候 比較多的時候 而那個時候也是大家覺得精神最好 然後如果我要減重的話 那個時候我比較不會餓喔 我好像很有動力 但是到月經的下半段 就比較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所以這都是雌激素的好處 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很強調重訓啊 運動啊雌激素在年輕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肌肉的hold住 還有骨骼的一個強健度 所以你在年輕的時候 做重訓的效果很好 對可是過了四十歲 理論上 練很久都沒有半點肌肉 而且就是你不練它 你不練它一定不會有長進 它甚至會流失 所以統計上 每十年大概會八%的肌肉流失掉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肌肉其實跟我們的基礎代謝 非常相關對不對 所以你就這樣子慢慢的你的代謝也下降 第四個 穩定胰島素就是什麼意思 其實胰島素這三個字 我覺得最近幾年大家開始比較熟悉 它會跟我們的血糖控制啊 還有脂肪細胞的囤積是有關係的 那年輕的時候 我們的好朋友雌激素 可以讓這個胰島素穩住 不要亂飆 可是只要一開始 40歲45歲喔 我們的胰島素的分泌會開始有點失調 那我們把它叫做胰島素阻抗 胰島素阻抗的概念就是說 我都吃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的分泌量就會自己開始變高 哇那好死不死 胰島素它扮演著脂肪守門員的角色 真的 這位守門員擋在我的脂肪倉庫大門口 我就很難把我的脂肪拉出來撿啊 對所以基於這些理由 我覺得當我們雌激素開始在變化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會開始感覺到 那個體重控制就會非常不容易 而且體態馬上就在變形了 沒錯就走鐘了 可是大家真的會有一個迷思 會以為說我更年期的時候 它開始雌激素有明顯的改變了 我才去做這個介入 可是你剛剛說我提早 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狀況 我可以提早介入吧 絕對可以 對因為其實像這些變化 它不限於雌激素掉下去才開始 其實雌激素開始波動大的時候就會開始了 其實除了更年期雌激素的關係之外 在中醫來講 你每個月的月經來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排毒啦 就是做一個代謝出去 所以當你更年期的時候 就是少一個管道 排毒管道少一個 你就會發現 身體裡面的這些純激的 這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那我們今天帶來的藥膳 其實都是一些藥食通源的 剩有兩個 一個關稅一個關火 可是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你就發現這個水越來越不夠 乾美沒出現了 有沒有 那更年期左右 你開始 月經量變少啊 皮膚好乾啊 頭髮很乾枯啊 甚至有的時候開始 做紋都出現了 那這一類的呢 就是一個我們剛剛說 水不足了 那這個滲水不足的現象 我們可以藉由食物啦 藉由什麼 很好的睡眠 你通常這樣睡覺的時候 也會讓它好睡之外 可以養生之外 還可以修復我們身體的內臟 那今天很簡單 我們帶來的就是這個部分 那中醫來講 有一些東西藥材 可以藥食通源之外 它叫上品 上品就是什麼 你就是一直喝一直吃 都可以讓你養生的 沒有什麼副作用 那還有下品 我們清冠一號的時候 沒事你喝清冠嘛 不會吧 那是在治病的 那中品就是我們的五穀類 這些也是中品 那我們今天做的大概就是 中上品 那為什麼中上品呢 你知道我們今天呢 這個藥材裡面有一個 就這個排骨湯 那我們是山藥排骨湯 所以主角呢 就山藥很多對不對 那山藥呢 生吃跟熟吃 都對我們的什麼 一個熟了煮熟了以後 對我們的脾胃啊 脾肺啊 非常好對不對 那如果你生吃的時候 因為它有點孽孽 那生吃比如說 日本人很喜歡 把它在飯上面 擺那個山藥泥 它就會滋養的聲音 這樣 那再來就一個 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但是呢 對於鞍神 還有倒汗 有些人還沒跟你 就開始出現倒汗 公眾網路的時候 那我們出來用了一個什麼 浮小麥 吃起來呢 可以鞍神 滋養我們的胃音 然後呢 再來呢 我剛剛說乾妹妹呢 還有呢 胃熱 好想吃東西 那我們用了一個什麼 浴竹 那這個可以 治癢我們的胃音 讓它比較什麼 這樣不太會脆搭之外 還可以治癢我們的皮膚 然後呢 旁邊這個石壺 那石壺也是 治癢我們的胃音的 它跟這個浴竹 放起來的話 有加乘的效果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我們的這個 旁邊有個殺身 殺身的時候 在我們COVID-19的時候 後面的後遺症的時候 用很多 因為什麼 咳嗽都什麼 彈很多黏黏的 那這一類可以治癢我們的胃音 然後也可以清熱 那再來當然要一個 也是主角之一 就是白木耳 那白木耳其實它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 其實它也可以 也要像白色鹿肺之外 它還可以呢 就是讓我們有飽足感 但問題是 它從來不會增加你的熱量 對不對 然後也可以讓 因為在這個 滲水不足 有一個現象 有的人會怎麼樣 很容易就會變秘 吃它也可以 讓我們的這個現象 變一個改善 那再來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枸杞質 也很重要 枸杞質 那基本上呢 它對我們身體裡面 就有這樣乾腎的作用 剛剛說的這些藥膳 我們基本上都怎樣 把這些藥材把它煮起來 濃縮 然後呢 可以把它分成一包一包的 放在冷凍 冷凍的話 你可以放到什麼 一個月嘛 因為你不可能 每天有時間去煮它 對 那有時候呢 這個要煮的時候 一個禮拜 你至少要把它拿出來一次 要不是分 煮一個飯成四包 然後一個禮拜 至少要喝到一次嘛 然後把它解凍以後 那就可以放上 我們喜歡吃的藥材 不是藥材 食材 譬如說這個紙牌啊 就是那個嫩嫩的排骨 帶一點點 那個QQ的骨頭的那種 煮了燉爛了以後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可以這個就是吃 就很有口感 然後又可以滋養 可以補中益齊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會有一塊一塊的 謝謝吳醫師 來來喝喝看 來 我撈給大家看喔 這個好料耶 實在耶 好香喔 真的 要枸杞子你看我什麼都有了 所以這個真的 大家掌握藥局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更年期先打底啊 然後不要讓自己變胖 的話它又是一個很好 調身體的一道藥材 而且是很容易做的 準備起來然後煮一煮 然後很好吃很簡單 所以更年期到底要怎麼吃呢 剛剛吳醫師有分享一道藥材嗎 那基本上呢 其實我們也要挑一些優質蛋白質 對不對 沒錯對 所以其實蛋白質就剛剛講 肌肉非常的重要 怎麼吃呢 我會請大家算個數學 你用你的體重去乘以1.2 那如果你有帶運動的同學 你就把它加重到1.4 1.6 可以多吃一點 對但我覺得有時候其實 我覺得這樣算很麻煩啦 你可以直觀一點 就用手來攤開就好了 那我們的每個人的手掌 其實會依照體重的大小 其實你看像吳醫師這麼瘦 他的手顯然就稍微小我一點點 他就不用吃到那麼多 他就 不要吃兩個手掌 至少 我現在說至少就是你一餐 至少要吃這樣子一片 大概量的 不管你是要肉啦 或是蛋 你就是各種的蛋白質 我一天吃兩隻 我一天吃這樣 很好難怪他保持得這麼好 蛋白質真的攝取得很夠 對那你吃三餐 那你就是三塊這樣去 那什麼樣種類的蛋白質 其實我們也可以來挑選一下 對 像我蠻推薦魚類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荷爾蒙 其實它都是油脂類的一種原料 那很多人在減肥的 就是很怕高脂肪的東西 可是像秋刀魚啦 青魚 它其實都是Omega-3 還蠻豐富的這種魚類 所以這是必選的時代 那植物性的蛋白質 像黃豆類大豆類的 其實這個我們已經 所有營養師們 中醫師都講N年了 它們是一種好東西 但我現在也發現 就是黃豆的食材 有時候太氾濫的時候 大家不一定會吃出它的效果 所以我這邊給大家一個口訣 兩步兩發 什麼意思 兩個不要 我們盡量不要基改 不要太過度加工 了解 對其實我們台灣的黃豆 其實很多是國外進口的 那基改的程度非常高 那我的病患都會說 沒有醫生我看他都寫非基改 但是其實法規是這樣 它有3%的容許度 對所以你看到非基改 它其實可能還是有一些 基改的物種在裡面 所以以這種基改的條件而言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選黑豆 因為大部分台灣的黑豆 就是台灣自己種的 那台灣的法規是你不能種植基改的物種 再加上黑豆含鐵啊 然後它的一些營養價值 甚至它的膳食纖維 還會比黃豆來得高一點點 黑豆很好買嗎 我比較少靠黑豆 有叫青豆 對 但是你把那個外片黑黑的 我覺得裡面是青色的 對 台灣那個就是那個 在台南種很多的這個 其實就是現在蠻好買到 就是直接就是一顆一顆的 然後你可以蒸來吃 或是當點飾 直接蒸來吃就好了 對對對 我覺得會蠻適合的 或者是冷啊 早上啊 就可以用這個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冬天啊 露盛啊 天氣比較冷的 就有黑色 黑色跟盛氣有關係 關係很大 那你就把這個黑豆 那有的人覺得說 那個 因為黑豆跟那個 反正這些豆類 都有一些大豆一環 但是黑豆又產有一些什麼 花青素 所以它這個 黑色的嘛 所以它這個部分可以幫忙 那像我是什麼豆都吃啊 那但是那個 我更年期的時候 喝很多豆漿耶 對 我覺得其實均衡攝取非常重要 就是各種豆類都去優先選擇 那但是你的加工度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像很多人他不知道 我都舉例了 譬如說百葉豆腐 它也是黃豆製品 可是它其實是一種 油脂添加非常多的加工 真的喔 我吃很多百葉豆腐 對 我也是說一些豆干類的 然後它有很多 譬如說五香啊什麼 然後你看它成分 有調味料多啦 一堆你看不懂的化學師 那其實就給身體太多的負擔 那很多人喝黑豆水喔 黑豆水是比較消水腫的吧 對 但是它這樣就比較沒有裡面 我們要的蛋白質 黑豆水啊 不同的取向 紅豆水 對 那也就是說 有的黑豆水是這樣 因為它是那個嘛 它沒有去把它煮開 它只有泡那個水 那這個水本身就有很多的化學師 所以對眼睛也不錯 然後呢 因為它有助眠的效果 所以有人喝了它也會比較那個 就是滋養生液也會比較好睡 對 我覺得不錯啊 放在悶燒罐裡面 其實那個黑豆稍微悶一下 它其實那個水其實是當 平常的飲料 但是你要脹氣的話 就不要喝太多了 對 脹氣這我就要講一下 因為為什麼兩發 兩發的意思就是 第一個是發酵 那第二個是呢 它的好處是說 可以讓裡面的一種東西 叫做脂酸稍微少一點 好 所以發酵就像剛剛 吳醫師講的 其實很多人吃豆子餅會脹氣 但是你發酵過之後 其實它讓你脹氣的那些東西 會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它會裡面的細菌 會讓它的蛋白質跟油脂 讓我們人體會比較好吸收 所以我的人體的腸胃道 比較不會去抗拒它 對 那我剛講那個脂酸 其實蠻有趣的 它存在黃豆或是大豆製品 裡面的時候 我這樣吃進去 它會去競爭我的一些營養素 像鈣 鐵 鑫 所以很多吃素的人 它這些礦物質不足 因為它吃大量的黃豆製品 但是它並沒有特別去挑選 發酵類的食物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甚至剛提的這個心血管風險 日本之前有個9萬多名的 一個很大研究 他就去看他們吃黃豆製品 結果是一般的黃豆製品 對心血管風險比較 沒有害處也沒有好處 可是是發酵類的食物 特別的一枝堵鏽 你知道人家說 日本人最愛吃納豆 對 味噌 納豆這些 所以我覺得很推薦大家 去多換不同種的這種 這種大豆發酵食 所以你說兩發 像豆腐乳就很好 豆腐乳也很好 對 我們台灣的 對 那你注意一下鹹肚 很下飯 對 然後味噌你不管是要入湯 或是我自己會把那個蔬菜棒 直接沾一點味噌 其實味噌是不用 不需要一定要煮的 喔 真的嗎 對 而且那個味噌 它日本有研究 它會去下降 我們那個黑色素的一種生成 那還有澱粉也要補充 澱粉當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在想要 可是跟年期我會容易變胖 我可會不要再吃澱粉了 我覺得其實就是精緻澱粉 你不要吃太多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富含纖維啊 B群跟好的質化素的 對 所以你就是盡可能挑選 它在大自然裡面 它就長那樣子 它沒有再去過度的被塞製的 原食物 對 像剛剛這個山藥 它其實也算是澱粉的一個很好的食材 對 但是優質的 你要盡量的 你要吃一點麵包 盡量挑圓形澱粉 對 像纖維我們也是需要多補充 當然一定要 所以纖維的部分 我覺得特別強調 它跟減重的好處 其實月綠的葉菜類 你會發現它的葉綠素比較高對不對 它竟然可以在身體裡面 幫助我們 飽足感荷爾蒙的提升 真的假的 真的 我每天一定要吃青菜 膽囊收縮素 對 所以我也是會這麼瘦 你以為纖維沒有熱量 你以為它不會讓你飽 但是它其實是透過一個 飽足感荷爾蒙的誘發 它其實會讓你 其實吃了滿有飽足感的 因為中醫的理論裡面 綠色入到我們的肝 那肝跟我們的解毒有關係嗎 是不是 所以綠色一定要吃 而且越綠越好 我都喜歡吃 像當季的菠菜 很好 而且它講 您講的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類的 對 在我們西醫來講說 肝臟在裡面要代謝磁激素 它要去平衡磁激素的時候 其實十字花科的綠葉蔬菜是非常好 那至於含鈣量高的當然也優選 因為對我們肌肉骨骼非常幫助 我們現在缺鈣了 而且鈣還可以幫助脂肪 在腸道裡面吸附掉 所以你看一舉多得 鈣好重要喔 對 那我覺得一個整個的 你的一個搭配來講 我就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你蛋白質先抓好之後 一個發展 對 然後你的菜大概是蛋白質的兩倍 所以就是2比1囉 對不對 最後碳水化合物你擺在最後吃 那它的份量 碳水化合物是指我們的澱粉 澱粉類 對 你就把它大概等同於你的蛋白質 可是如果你食量不大的話 你就可以再小一點點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蔬菜2 蛋白質1 澱粉1 叫做211的一個餐盤比例 那就順序先喝湯 吃青菜 蛋白質類的 最後才吃澱粉 沒錯 所以今天鄧醫師要教我們一招 增肌而且可以減脂的一鍋湯 很簡單嗎 好 那今天就是想要教大家一個 我平常自己在家裡會煮得非常非常簡單 很適合大家吃的一道料理 那它叫做增肌代謝鍋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主要是我覺得這道料理的重點 是因為它有非常好的蛋白質 包括動物性的蛋白質 我選擇的是鮭魚 那它除了蛋白質以外 它有好油 有Omega 3 那黃豆製品我就不用說了 其實就是我們算是婦女的聖品 那盡量選是比較不要加工的會比較好 好 那蔬菜的話 我通常會選擇十字花科的蔬菜 因為它裡面的特殊物質 二銀朵甲碗 可以幫助我們女生磁激素 在肝臟裡面比較平衡來去代謝 那當然不只是花椰菜啦 像是甘藍菜 菠菜 高麗菜 這種常見的蔬菜 大家都可以拿來運用 那像菇類跟木耳其實也是很不錯 因為它是高纖維 而且它是在蔬菜類裡面 算是蛋白質的含量比比較高的 所以素食的朋友們 有時候你會想說 我不吃魚 不吃肉 我除了豆腐以外 那各式各樣的這種菇類跟木耳 你都可以去做搭配 整體就可以提高你的蛋白質的含量 那至於番茄 紅蘿蔔 這種紅色或是橘色的蔬菜類 它就有比較高的質化素 像是茄紅素 紅蘿蔔素 還有維他命A等等 那像胡蘿蔔 因為它需要一些油脂 讓維他命A出來 所以再搭配我選的這個鮭魚 它其實油脂類比較豐富 可以讓我們更好的吸收營養素 那這邊的洋蔥 它其實就算抗癌盛品 那裡面有一些硫化物 一般我在家裡煮這道菜的時候 我會比較喜歡先用鮭魚煎出來的香氣 然後呢 讓洋蔥進去稍微炒一下 讓這個洋蔥比較軟嫩 不過呢 也有人就是比較簡單 他喜歡新鮮一點 有點嗆辣味的洋蔥 那其實你就等這個水煮開以後 再放下去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好 那至於在調味的部分 除了一開始高湯 我已經先用這個柴魚片下去做一個浸泡 其實柴魚片做成的高湯非常簡單 你只要在家裡煮一鍋水 然後呢 把柴魚用這個濾網 或是不用用濾網 你就丟下去 然後滾了給它關火 讓它浸泡的大概10到20分鐘 在浸泡的同時我們來準備這些食材 然後那個高湯其實差不多就完成了 所以這鍋裡面其實我就已經放了 剛剛做好的柴魚高湯 同時呢 也已經放了一些昆布片 增加它的風味 那像是柴魚啊 昆布這種 所謂海裡來的蔬菜 其實它有非常高品質的點 點在對我們女性來講 除了甲狀腺的功能是有幫助的以外 其實對雌激素的穩定 甚至預防乳癌都有一些文獻支持 那再來的話這個調味的一些精華 我還加上了味噌 我覺得黃豆製品就像我前面講的 它其實需要搭配一些有發酵類的食材會更好 那麼味噌的話發酵過後呢 它還會有比較高的維他命K 只是我們等一下在煮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說明一下要注意 我們不要在太熱的狀況下去加這個味噌 可能就會比較破壞它的風味還有裡面的營養 那至於調味料的部分呢 還有薑黃跟黑胡椒 薑黃其實本來就是一種抗發鹽很好的東西 只是說你如果加太多會有點像咖哩味了 所以這個大家自己去調整一下 至於黑胡椒它可以幫助薑黃的吸收 所以通常我在調味上兩個都是一起用的 最後呢就是這個豆漿 好請各位注意了 豆漿請盡量是選無加糖的 這個湯底的部分有味噌有魚的一個香氣 再加上豆漿的一個濃郁感 它會讓整個的蛋白質量更提高 而且你吃的這個湯頭會覺得更有飽足感 所以這個整倒下來 大部分我會發現吃完其實是不太需要再配什麼主食類 其實這一餐就非常飽了 OK 那水也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食材丟下去 然後來看看這個整個成品完成的狀況 好 那丟的順序呢其實看各位啦 我會先把比較可能需要比較時間烘煮的 先下一些 那這個都非常彈性喔 你就看你喜歡的口味跟味道 那花椰菜的話其實現在很方便 有些人會弄一些冷凍的花椰菜 我覺得對於忙碌的主婦們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呢這個板豆腐蛋白質的量非常的豐富 那你就看你幾人份 我前面有提到大概如果你一個人吃的話 你就把豆腐跟鮭魚的量堆在自己的整個手掌上面 你有吃到這樣吃就夠了 那當然餓的話你就再吃啊 沒有關係 洋蔥已經稍微有點軟了 然後我會稍微讓它再滾一點點 讓它香氣比較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先加所謂的味噌在這個階段 味噌的加法有很多種 有些人會習慣先把它額外放在碗裡面 先弄熱再放進去 那我比較懶惰喔 我就直接拿一個濾網 然後把味噌丟進去 以這個這麼大鍋的量的話 我會加兩大匙 那它現在還在滾 我剛剛說不要太熱嘛 好所以呢我會先把火關掉 然後就把濾網 放在這個上面 哇 這樣子感覺就非常的快 就可以讓我們的味噌很快速的 融入到這個湯底裡面了 好 好 所以這個味噌通常是在最後一步你的食材 你覺得熟度 你覺得是你喜歡可以接收的範圍的時候把它丟進去 那至於這些蔬菜呢其實你要 我自己是喜歡 蘿蔔啊蕃茄不要煮太久 所以呢我通常都會比較慢放進去 最後在鮭魚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煎得幾乎是熟了 所以現在呢你就直接把 這個很好的 蛋白質跟好油 給它放進去 最後 這個豆漿其實它本身就是不需要再煮了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那這個量就非常的隨性 我通常會加個200到400cc左右 好 稍微先看一下整個顏色 其實它就變得有一點點很像 牛奶狀奶油狀的感覺 但是呢湯頭是非常清爽的 那麼最後再把一點點的薑黃 還有胡椒撒上去 那因為其實這些食材的鮮味都已經非常豐富了 所以有時候是不太需要再加鹽 但是如果你自己喝了一下覺得 好像還是有點太過的清淡 你這時候加一些鹽都是非常好的 好啦 非常的簡單 其實這樣應該不到10分鐘左右吧 就是可以上桌囉 所以希望大家這個增肌代謝鍋 可以吃得健康開心 好 各位姊妹們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 因為鄧醫師剛剛有說 這個方法已經告訴大家 增肌減脂可以 但是詳越說明書一下 因為這個吃是給你蛋白質的原料 對 你還是要去刺激 讓那個原料帶到肌肉裡面去 不然它就變脂肪囉 對 還是要注意一下 對 所以那個蛋白質 剛剛看你這樣做很簡單耶 超簡單 零廚藝都可以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會煮菜的 所以我煮菜一定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再加上很多朋友會跟我分享說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人兩個人而已 然後要煮一些大菜很麻煩 對 所以我覺得這道料理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人數 你如果我就一個人吃 那你就料理很少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簡單 對 然後食材又容易取得 而且吃起來也蠻好吃的 是入得了口的 那可以執行的話 就可以繼續瘦下去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三不五時 邊看電視可以邊捏捏自己的穴位 我意思是有些穴位是可以幫助我們 再更年期舒適一點 舒緩一點 甚至可以瘦一點 其實我們的目標就是什麼 預防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事情的本身的重點 所以當你開始不好睡的時候 其實就會影響到我們剛剛 那個鄧醫師說的這個什麼 各種荷蒙 包括我們的女性激素 腎臟腺素 包括我們的甲妝腺素 所以睡眠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工作忙碌的時候就會睡不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介紹的穴道 就是我們的什麼 安眠穴 安眠穴很簡單 在哪裡呢 我們只要把耳朵找出來 我們都有耳朵對不對 那上面是耳尖 下面是耳垂 那這耳垂貼著我們的頸部的時候 後面的這個 是不是有一個凹陷點 有 這個要貼住 然後又有一個凹 往後 是不是有一個筋 那這個筋 在這個筋跟我們的凹的中點 這個地方 中間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安眠穴 你看好不好 在這裡有沒有安眠穴 那這個安眠穴的時候 你可以轉 可以上下深呼吸吸氣 呼氣放下去 對 給它補個氣對不對 然後讓它可以安眠 那也可以左右 一 順時鐘 逆時鐘 那譬如呼吸呢 在我們睡前的時候 就可以邊按啊邊那個 躺在床上按是不是 要睡的時候 對 那還有一個呢 大家除了耳朵上面 我們頭上還有一個什麼 穴道 就是我們的擺繪 擺繪更簡單了 是不是把我們的耳朵連線 對不對 耳朵連線 加上我們的鼻頭這裡 跟我們的頭頂的 這個部分的交接點 有沒有 來摸 是不是有一個小凹陷 往旁邊一點點 有沒有 沒摸到啊 有有有 那有的人什麼 吐出來喔 就是很脹 那這個時候呢 就把它卸卸氣 給它按按按 對它上面這樣子 轉圈按喔 轉圈按啊 甚至於你還可以什麼 壓壓壓 然後你可以左右左右 對不對 上左向右這樣 幫它卸氣就對了 也就是說 脹在那個時候 你會什麼 我們叫這個 火氣很大 往上 壓壓那個上去 那甚至 但是它是雙向的 像你睡完午覺的時候 你會覺得頭脹脹的時候 你用力讓它按按按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 眼睛會比較亮起來 但是你在睡覺前的時候 你按的時候 你就可以舒緩 舒緩 不用按到它痛 對不對 那太小了小孩 不能按的 一歲之內的 頭還沒有好 它也很好睡 那這個部分 然後呢 再來提到一個 在更年期前 你會發現 你很容易什麼 發脾氣 心情不好 莫名其妙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消氣穴 那家消氣穴在哪 也是很好找的 你生氣的時候 會不會跺腳 氣死我了 對不對 跺腳 那這個跺腳的時候 我們呢 就中間有個穴道 叫什麼 大母哥跟我們的二母弟 就是我們穿假腳脫 我們台灣 喜歡穿假腳到處跑走 這個地方 假腳的地方 它這個兩個骨縫的中間 你會發現有個凹陷點 按一按 甚至有人呢 就喜歡洗腳的時候 也要給它按 或者是有人 像有些資深的美女 喜歡洗腳的時候 泡泡腳 甚至於泡澡 泡腳的時候 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給它按一下 那按的時候也可以這樣 配合呼吸吸氣 呼氣按下去 引導它 所以有些病人呢 但因為其實這些穴道 都是我們常常中醫在什麼 真就是會穴 按下去的 會增下去 我左腳右腳都可以 是不是 兩腳都要按啊 兩腳都要 夾腳脫的位置 往裡面一個凹陷 對 很聰明 但是不用戳到歐漆 就有這樣痠痠的 這樣就ok 所以如果家裡的另一半 再發脾氣 你的腳夠伸出來 我把你捏一捏 對 甚至於我們剛剛不是提到嗎 安眠嗎 安眠穴剛好在風池穴旁邊 就是在大半間旁邊 你這樣拿一個刮沙板 把它刮一刮 它就覺得 喔 氣也會什麼 順下來 你靠近它的時候 把它頭這樣 按一按 然後順下來 不是這樣嗎 順下來 往這裡按一按 從上面可以往後順 對不對 剛剛擺繪嘛 然後這裡按一按 然後往後順下來 在我們的頸部脖子的地方 耳朵順便把它擬一擬 公報失仇 這樣子 你就發現它會放鬆 會覺得好順 這大家可以掌握 而且我真的覺得 也不是太難了 想到就把它捏一捏按一按 其實今天鄧醫師 有帶我們來做一個 是可以在更年期 甚至不是更年期 可以瘦身體態更好的一個體操吧 算是運動 我們一起來看看囉 好 那我今天教的是一個 非常簡單的運動 叫做YTL 那我會知道這個運動 主要是因為很多人 他是沒有運動經驗的 所以如果做一些太厲害的 可能會傷關節 那這個運動 我個人認為有三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它可以讓我們的肩關節的活動度 變得比較大 其實我們過了一定年紀 我們的這個組織間的潤滑 會比較減少 所以常會卡卡的 好像有五十間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因為現在3C組 常常就是坐著一直看電腦 所以我們會很習慣的 有一種好像頸部往前縮 很像是烏龜頸的一個感覺 那這個動作也可以幫助 讓我們回到一個比較正位的一個範圍 那第三個好處就是 我們現代人常常會駝背 駝背就是我們的背肌沒有力氣 那它一樣可以幫助我們強化 後面的斜方肌 還有我們的零星肌 那甚至有些人它高荒處 常常比較緊繃的 也可以透過這個運動 然後它比較舒緩一點 好 那它叫做YTL 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字Y 我們就把我們的手往上伸展 變成一個很像歪的形狀 對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同時讓我們的大拇指翹起來 它是讓我們辨識我們的方向 所以你要想像說 我的手現在是有點把我的身體 我的胸廓整個往外展 往後帶的 那這個動作的關鍵就是說 當你在做的時候啊 你的下顎還有你的肩膀呢 要稍微有要分開 不然很多人它其實會做成這樣 那這樣你就是更縮起來的有沒有 所以你要盡量的想像說 我中間的這個寬度是打開的 那有些人很緊很緊的人 他可能要角度再低一點 才會比較舒服 那如果你覺得你是OK的 你就可以再往上抬 好 所以一開始的動作呢 我們可以先把手回到正前方 然後就順著這個方向往上帶 呈現一個歪的字 好 那麼T又是什麼呢 一樣我們手回到這邊 變成一個T的字母 大拇指往後 是的 在這個動作上 我們會感覺到胸廓是更開的 那麼後面的肩胛骨的部分 好像兩個小翅膀有點往內夾 所以你要去感覺到 你的小翅膀中間的肌肉 是有點往內帶的 好 那它比較容易做錯事 你會變成這樣 好 那這樣子 你就其實沒有去用到你的背肌 好 那就是你的腰在那邊帶動而已 好 所以我們盡量穩定我們的核心 然後穩穩的把它往後帶 好 再來L是什麼 我們一樣先把手回到中間 先把手放下來 好 這邊一樣注意我們的軀幹是穩定 肩膀是放鬆的喔 然後再把我們的小手臂往旁邊轉 好 這個時候肩膀很緊的人會覺得 這邊會有一點點壓力喔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盡可能的想像 我們背部下方的肌肉 把我們的身體往後夾 可以盡可能讓我的手再更往後一點 OK 所以YTL三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每一個動作做五次 好的 Y做五次 然後T這邊也做五次 L也做五次 這樣總共15次叫做一組 大家一次可以做三組 什麼時候做呢 都可以 你在看電視的時候就可以做 所以這樣你一組做完 其實就會覺得 這邊有點熱起來 然後手臂開始有點緊緊的 但是同時做完呢 你會覺得整個開始 胸膏是比較開的 比較放鬆 好 所以希望這個動作 可以幫助到大家 可以讓我們的關節活動起來喔